林超英要宣公落台 英王同學會會長林超英登報 公開指望教育局長孫明揚三宗咀 我們希望所有中學都能夠 管理他們自己校本的精神 和他們自己個別的情況 決定是否參加 但是在2月24日 英王宣的學校管理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當氣氛是大部分反對的情況之下 主席是教育局的官員 就突然拿一張紙出來讀 就說教育局已經決定了英王書院減班 當我們委員要求表決的時候 他是不給表決 由本來講自願的 變成後來實際上是指令減班 記者都質疑宣公說謊 決定都要有人作出一個決定 你不可以每樣東西都說表決 如果表決大家意見都是差不多 都以為有人在這裏背後 是要作出一個決定的 今天即是說謊話一開始 沒有說謊話這個 怎會說謊話呢 劉吳超英說 尊公第一句已經違反章程了 民無信不立 如果有個官員竟然是誠信出現問題的話 而他繼續留在高位 是香港的不幸 但議員就說不用那麼嚴重 主要下台的畢竟是一間學校的風波 不過英網同學會不排除司法覆核 教育局就說 官校應該肩負社會責任減班 英網校管會的章程都列明 應該積極推行局方倡議的政策